最近,新家附近的山上新建了一座新的寺庙,一向不信佛神的妻子竟然隔三差五的就想着往那新寺庙跑,而每次妻子回来时,身上都留有斑斑点点的红痕,妻子说这是神佛的眷顾,我和妻子结婚后生活恩爱有加,而我也不知道走了什么好运,在公司晋升为了总管,薪资也翻倍了。 于是我和妻子在城市边缘买了一套风景不错的套房,我在公司有休息室,而妻子也是个自由职业的工作者,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衣衫傍水的地方她住得也舒服。 妻子也说,纯纯图一个清静,这天公司放假,我早早地回到了套房里,上楼梯的时候,突然里头出来个穿着缠服的年轻和尚,尽管剃了光头,但眉眼依旧看得出是一个颜值挺高的小伙,我没忍住多看了几眼,她冲我点点头走了。 我看了眼电梯显示屏,发现她是从我家那层楼下来的,我心里带着点疑惑。 回家后,我打开门,正想问妻子沈如雪有没有看到一个和尚时,一身红色丝绸吊带装的妻子就那么冲进了我的怀里。 妻子沈如雪,似乎刚刚才洗了澡。 温香软玉在怀里,我捏了满手清香,顿时地让我忍不住地吞眼口水,她胸前那对重量级的东西压得我,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那我一只手握不住的浑圆团子,一时间又爱又恨,妻子沈如雪方玲,也才二十五岁,肤白貌美大长腿,虽然还年轻,但怎么说发育,应该都停了。 但妻子的身段却随着时间越发迷人,我抱着这样的游物,很难当个忍者,况且因为工作忙的原因,平时若是不放假,我都是被万恶资本家压榨着时间卖命工作,住在公司置办的休息室时间远远大于在家的时间。 所以,能和妻子沈如雪相处甜蜜蜜的时光真的并不多,有时候我实在太想念妻子,也只能和妻子沈如雪靠着电话来疏解,如今真才是撂在手,我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当即抱着妻子冲向新买的自动振动床,妻子沈如雪眉眼如丝地看着我,眼神比那狐狸精还要勾人,我心砰砰直跳。 只感慨自己真的是娶了个大宝贝了,我急匆匆地脱着她的衣服,沈如雪却抓住了我作乱的手,老公不要着急了。 我从她的波涛汹涌里眷恋地抬起头,沈如雪讨好地亲了亲我的脸颊说道,老公,有件事情得马上回复。 我埋在她脱梗间,又吻又啃,她时不时传出几声暧昧的哼几声,我只觉得下腹发紧地难受,什么事。 沈如雪捧起我的头道,老公,我们小区后山,最近要建一个寺庙里,社区在召集大家自愿资助,我想老公你以后也要升官发达的,我们就当捐些香火钱。 怎么样,听了老婆沈如雪的话,我突然想到被美色迷惑早抛制脑后的事情,我本来想问刚刚电梯里遇见的年轻和尚的事情,这会儿妻子沈如雪倒是自己先说出来了,我才缓解了刚才的疑惑,原来是来拉资助的。 我现在正在浓情时刻,又听闻一向不信神佛的妻子,竟然为了我而愿意去相信这些神明,我心里没来由的,竟然有些感动,我急切地抱住妻子,她娇哼地在我怀里撒娇道,好不好嘛,老公。 我拿手的住娇妻沈如雪游物式的撒娇,爽之声应答她,小事,你喜欢我们就资助。 反正我最近升职了,房子车子什么的都有,存款也不紧张,闲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况且妻子沈如雪平时像我所要的并不多,头一次见她因为一件事有这么强的欲望,作为她老公,我自然得好好满足她。 我本以为收上款资助的应该是社区里统一来收的,但我没想到打开门,看到的会是上次那位电梯碰到的年轻和尚,妻子站在门口和她交谈着,我在里头听不大清。 但我对这事的兴趣并不大,纯属是为了买妻子沈如雪一个开心,看着妻子将捐赠修建寺庙的钱给了那年轻和尚,年轻和尚离去后,妻子沈如雪关上门,转身跑来抱住我道,老公。 那和尚说近期就会开始修建了,说有空可以去监工,你事情这么多,我去就好了。 看着妻子沈如雪如此体贴入微,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我抱着她道,辛苦雪儿了,有什么麻烦需要我帮忙的再和我说。 但我没想到,妻子沈如雪对这件事情似乎十分感兴趣。 第二天,妻子就开始往后山的寺庙上跑,我因为要处理工作上的事便没有跟去,晚上妻子回来时,沈如雪累得腿都发颤,我心疼地给她揉揉腿,看到妻子沈如雪那白白嫩嫩的腿上有着鱼青,我心疼极了, 妻子沈如雪却异常兴奋,她似乎很喜欢后山上的寺庙,我打趣她道,什么时候对寺庙这么感兴趣了? 妻子沈如雪似乎想到什么,脸色红扑扑的,她冲我神秘地笑了笑说道,不告诉你。 我看着她这难得的小姑娘俏皮模样,心里也开心不少。 假期能待在家的时间并不长,本来想好好陪陪妻子,但沈如雪最近打着不能让钱白白流失,要好好看着的理由,天天往后山的寺庙跑, 我又因为生了之后,需要我一手操办的事情越发多,本想跟着她去看看那寺庙,看看到底有什么吸引她的地方。 但这个计划还没说,出口我就被公司的一通电话又捞了回去,临走前我不舍急了,抱着沈如雪的娇软的身体,狠狠地堵着她亲了十几分钟的离别吻, 还是妻子沈如雪察觉去寺庙的时间要迟到了,连连拍打我,我才制止了下来,离开前看了眼妻子沈如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发现沈如雪的眼里满满的不舍之余下,竟然藏着些激动,回了公司,我就加了好几天的班,忙起来没发现什么异常,但稍微空闲了下来,我才发现妻子已经好久没给我打电话。 换作是之前,她每晚都会因为寂寞难耐而和我聊个一时半会。 二,为了哄妻子沈如雪开心,我答应妻子捐钱帮助后山的寺庙修建, 却发现一向不信神佛的妻子对那寺庙开始格外关注了起来,甚至变得有些古怪, 而妻子也渐渐忽视了我的存在,晚上我躺在自己的休息间内,找遍了最近的来电痕迹都没有妻子, 于是有点压着火,给她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那头过了好久才被接通,电话一接通, 我的呼吸瞬间沉重了几分,老婆沈如雪身上正穿着紧身的猫女郎制服。 配上她唇欲的脸,简直就是在我心间老痒痒,根本受不了,若不是明天还要上班, 我真想现在就冲回家,谁知沈如雪不知是否有意为之, 她身后盖着棉被,面对一镜头上上下下动着,表情妖娆至极, 我瞬间疯狂地吞咽着口水,本就夜深人寂寞难耐, 沈如雪突如其来地勾引让我妈的半边身,我一顺不顺地盯着屏幕看, 那头妻子沈如雪骄喘息连脸,我甚至不敢出声打扰她, 就在我快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骚动时,我发现老婆的两只手正撑着什么东西。 而她的眼睛似乎也没有在看屏幕前的我,老婆沈如雪两只手是自由的, 那说明她没有用一只手拿着手机和我视频,我呼吸一致, 难道是有人在替她拿着,我顿时冷静下来,心里犹如被泼了盆冷水, 妻子沈如雪似乎察觉到我的异常,她喘着气委屈道,老公人家好想你。 若是换作平时我肯定陷入了沈如雪的温柔箱里,无法自拔, 但是我现在因为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正细思极恐着, 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冷静下来,我不愿相信我心中所想的念头。 念着夫妻间要有最基本的信任,我开口问她道,老婆,你一个人在家吗? 沈如雪文言人愣住了好一会,然后看着屏幕里的我,突然不可思议地笑道, 老公,我肯定一个人在家呀,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话音刚落,沈如雪似乎怕我不相信,她双手伸来,将手机拿了过去, 当屏幕里出现一个手机支架的时候,我才松了口气,原来只是我自己多虑了, 妻子沈如雪又将镜头转了回来,她的脸色潮红, 看起来就和真的经过那种事情了一样, 我一连投入在工作里了好几天没回家,我寻思,妻子也应该是想我想的不行了, 我立马向领导批了天假期,准备明天回去给妻子一个惊喜, 隔天我回到郊区的套房,回到家,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 我寻思妻子或许又去后山的寺庙监工去了, 便先去浴室洗了个澡,回床上躺着, 这时候,手机新闻栏突然推送了条新闻, 我点进去看了看,内容大概就是由假和尚出来招摇骗士, 不知道到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天在楼道里碰到的年轻和尚, 为了安全起见,我查了查和妻子沈如雪的聊天记录, 她先前去那后山的寺庙时,发过地址定位给我, 那寺庙叫静心寺,我特地去网上搜了一番, 确定是官方认证有这么一寺庙存在, 而不是野鸡寺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等我做完这一堆事情,时间已经不早了, 就连天都有渐渐暗下来的趋势, 我心里着急,妻子沈如雪怎么还不回家, 难道还没下山吗,如果是这样, 这么晚,一个人走山路也太危险了, 思索二三,我打开门,准备去接妻子, 突然隔壁邻居的门也打开了, 隔壁邻居住的是一个阿婆, 我和她打过好几次招呼了, 阿婆见我回来了,眼睛笑得眯起来, 永悦你回来了,我点点头, 那阿婆看了我一眼着装, 又继续问道,你是要去找你老婆吗? 我早上出去买菜的时候, 在楼下看到她和一个和尚走了, 我和那阿婆比划了一下那和尚的模样, 再三确定了,就是我上次在电梯里 遇见见到的年轻和尚, 我心里了然,妻子沈如雪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又去那寺庙了,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总觉得妻子变得有些古怪, 就算是为了看住那军县出去的钱, 不打水漂或被吞了, 但也用不着隔三差五, 就往那寺庙里跑吧, 再说一个没修建好的寺庙, 真的有什么好看的吗? 我跟着导航上了后山, 七拐八弯地到了寺庙里, 四处都很安静, 只有极许微弱的灯光照着, 我看了看四周, 几乎清冷寂静, 不见一个踪影, 更不用说妻子沈如雪的身影, 我四处打量了一会, 发现这寺庙也不像在修建的模样, 正在这是一个老和尚走来过来, 他冲我一鞠躬, 问道, 施主夜里来袭, 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僧帮助的吗? 我冲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我就是来找我妻子的, 我冲那老和尚比划了一下 妻子沈如雪的身高长相, 顺势将照片拿给那老和尚看了看, 妻子沈如雪不是大众脸, 我有自信就算老和尚一天募过千人, 起码对妻子沈如雪还是有影响的, 毕竟他最近跑寺庙跑得如此勤快, 但那老和尚却是和我摇了摇头, 施主, 老僧并未见过此人。 这位老和尚又和我说, 寺庙早已经毕妙了, 临走前我顺便问了问老和尚, 这寺庙什么时候修建完的? 那老和尚的话让我瞬间愣在原地, 施主去年十二月就修建完了, 我疑惑地去问那老和尚, 最近可有和尚下山去前面的小区寻求善款, 那老和尚又冲我摇摇头, 施主莫要被骗了, 我心下感到十分的震惊, 呆愣着下了山, 出寺庙大门时, 我正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 若真如那老和尚所言, 那我捐赠的那笔香火钱又去了哪里, 竟然寺庙没有在修建妻子每天都去了呢? 我脑子里疑惑重重, 像被一团团的浮云遮盖住了眼, 脑子里突然闪过今天看到的那条新闻。 我迅速翻了, 又出来看了看, 是假和尚骗钱逍遥过世的, 我心里不是滋味, 难道我和妻子沈如雪是被骗了? 难道那个年轻的和尚是个冒牌货? 我点开聊天软件, 迅速打开了业主群, 滑拉了聊天记录, 并没有看到群里与修建后上司庙 已经合上相关的任何字眼, 于是我打算私聊小区的业务管理人员询问勤款, 正当我在和管理员编辑消息的时候, 突然路过的树林了, 传来一声声暧昧的此起彼伏的女声, 我与那声援处隔得有些而远, 我听得并不大真切。 只能听得出是一男一女的喘声, 我向那望去, 夜色朦胧, 只看得到两道交叠的身影, 我前去后山的寺庙找妻子, 不仅发现那的和尚对妻子没有任何印象, 还发现这寺庙早在去年十二月份便修建完成了, 回到家, 我在主卧的床上发现一件本不该属于这的东西, 我忍不住扎舌, 现在的小年轻玩得还真是够开放, 但是我没有停留太久, 呈着夜色还不是那么深沉, 我赶忙下了山, 回到家, 妻子沈如雪却依旧迟迟还没有回家。 我打了个电话过去, 那头过了好一会的时间, 才接上了我的电话, 喂, 老公怎么了? 妻子沈如雪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娇媚, 甚至带着点微微的喘息, 我心里疑惑太多, 一时间不知道从何问起, 我只能干巴巴地问了她一句。 什么时候回来? 已经在楼下了, 马上回来了, 挂了电话, 我坐立难安, 干脆到阳台上眺望, 却碰巧见, 妻子沈如雪, 从一辆低调的黑色小汽车上下来, 我忍不住醋眉, 不一会儿, 门被打开, 妻子沈如雪, 一边喊着热, 一边喘着气, 我看着她这副模样, 好奇极了, 妻子沈如雪, 不是坐车回来的吗? 为什么会热成这样? 老婆, 你今天去寺庙了? 我盯着她, 妻子沈如雪, 似乎感受到我赤露的视线, 点了点头, 是啊, 老公你回来,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老婆, 我刚刚去寺庙找你了, 那和尚说并没有见过你, 我心有不甘, 难道妻子沈如雪在骗我, 沈如雪听完我的话, 心事一愣, 然后嘴角上扬笑道, 老公, 你这么担心我了? 唉, 你问的不会是那老和尚吧? 他才调过来几天, 寺庙最近游客也多, 他怎么可能记我记得那么清楚呀? 再说了老公, 我每次过去也是大致看看就走了, 今晚是和朋友出去玩, 刚打滴滴回来呢。 一道浮云解决了, 但下一朵又浮现在了眼前, 既然老婆去过寺庙。 那妻子沈如雪, 怎么可能没发现那寺庙是修建完的, 还每天都去监工呢? 我疑惑地看着妻子, 却见她拿着手机, 在回复这些什么, 时不时嘴角的笑意明显, 我这才发现, 妻子沈如雪穿的是件长裙, 外面套着个长袖外套, 她刚刚进来就在喊热, 却不脱外套, 我有些担忧地想去帮她脱下。 妻子沈如雪却反应激烈, 看着她闪过一丝惶恐的表情, 我突然心里一宁, 总感觉妻子沈如雪有些奇怪, 我, 我去洗个澡。 妻子, 冲我眨了眨眼, 捂着手机跑走了, 我看着她跑走的背影。 脑子里闪过今天去寺庙后的种种猜疑,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思绪万千, 直觉告诉我, 妻子沈如雪, 肯定隐瞒着我些什么。 等她进了浴室, 我回了主卧, 正躺上床发呆, 突然脖子出有一个东西隔得慌, 我反手往枕头下掏了掏, 拿出来一看, 是一串佛珠, 我疑惑地看着这串佛珠, 一时间不知道是妻子买的, 还是有人落下的, 可是我看着这佛珠的宽度, 却心下已明, 这宽度并不像一个女生该有的手腕宽度, 反而更像一个成年男性的手腕宽度。 可是家里除了我一个男人, 怎么会有异性出现在我家呢? 就算是客人, 也不应该出现在房子主人的卧室这样私密的地方, 除非我瞪大眼, 不可置信, 也不愿意相信心中的想法。 但心里依旧蠢蠢不安, 于是我翻遍了整个主卧, 可是除了这实在可疑的佛珠, 就再也没有再发现什么了。 而这时, 浴室门打开, 妻子沈如雪洗完澡走了出来, 妻子沈如雪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乖巧, 温柔, 知书达理的好老婆, 给我戴绿帽子的事情, 我是万万不敢想的, 我冲她摇了摇手上的佛珠, 强压置住内心的火气, 毕竟现在并不能确定这不是妻子的万一误会了, 伤了和气不说, 还拉远了我和妻子沈如雪亲近, 我还是和气地问她道, 老婆, 这是你的。 沈如雪面色肉眼可见的一江, 我心里冷笑, 果然有鬼, 我心中的火正雨发作, 妻子沈如雪突然惊呼出声, 这不是我前几天买来把玩的佛珠吗? 妻子沈如雪的模样实在过于惊喜, 我从她的面色看不出一丝破绽, 我心下瞬间没了底, 看来是误会妻子了, 不过这样也好, 我心里瞬间开心不少, 说明妻子并没有做背叛我的事, 妻子沈如雪接过我手中的佛珠, 她开心地亲了亲我的脸, 谢谢老公, 我找她找了好几天了呢, 原来是东西弄丢了。 我心里忍不住叹息, 刮了刮她的鼻子, 丢三落四的毛病怎么还不改? 妻子沈如雪撒娇似的冲我哼哼几声, 我见她的腿似乎有些颤抖, 想了想或许也是她爬山怕累了, 于是我将她抱到床上, 关了灯, 快睡吧, 这几天幸苦你了。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却辗转地睡不着, 身旁传来的是妻子沈如雪匀称的呼吸声, 看来沈如雪今天确实累了, 我刚准备闭上眼睛, 突然脑海里忘却的事情又窜了上来, 还有一件事情依旧迷惑重重, 妻子沈如雪一开始跑后山那寺庙的原因, 就是为了监工寺庙的修建。 可是今天那老和尚和我说的, 确实这寺庙老早就修建好了, 我心里疑惑不解, 妻子沈如雪难道是故意在欺骗我的吗? 脑子里飞速地思考着, 顿时更加精神, 我索性拿起手机, 又查了查关于那寺庙的事情, 却发现修建年份确实和那老和尚说的一样, 去年十二月就完工了, 我又忧心忡忡地点进了聊天软件, 看到小区管理员给我的留言, 并没有和尚和我们小区主管人打招呼, 筹款修建寺庙的事情, 而且后山的寺庙去年十二月份就已经修建完毕了。 看完这段话, 我只觉得浑身发麻, 一股冷意窜上了心头, 难道我和妻子沈如雪被骗了吗? 不! 我暗暗地熄灭了手机屏幕, 突然觉得和身旁睡着的女人有了间隙, 明明山上的寺庙肉眼可见的没在施工。 那妻子沈如雪隔三差五以兼工, 借口跑去寺庙又是为了什么? 妻子沈如雪为什么要骗我? 我突然觉得自己平时忙于工作, 是太疏忽了妻子沈如雪, 于是我决定向领导调休, 在休息的这几天弄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究竟是妻子沈如雪的误会, 还是她真的有意而为之在欺骗我? 我转过身, 看着背对是我睡觉的妻子, 我忍不住醋眉, 不对劲, 这些天我发现妻子越发的怪异, 这么炎热的天气, 一向不喜欢穿着很多衣服睡觉的她, 竟然把自己包裹得格外严实, 直到看到大半夜, 妻子手机里神秘人发来的消息, 已经妻子身上莫名而来的暧昧红痕, 我决定跟踪妻子沈如雪, 却没想到竟然撞见了她背着我鱼眼男人苟合, 而那眼男人我竟然亲眼见过, 平时我回来时, 妻子穿的睡衣一件比一件轻薄, 妻子沈如雪自己也说过, 不喜欢睡衣穿得太多, 但是今天这么热的天气, 她竟然还穿着长衣长袖, 正当我疑惑之时, 妻子放在床头的手机屏幕一亮, 莫名的, 或许是那些浮云作怪, 我今晚的好奇心格外的重, 我看了眼还在沉沉睡着的妻子沈如雪, 拿起她的手机, 摁开看了一眼, 一个备注名为禅约大师的人, 发来了一条信息, 而我也顿时愣在原地, 我的佛串你找到了吗? 是不是落你家了? 我看着此时安安稳稳睡在身边的妻子, 顿时睡意全无, 我脑子的晕晕乎乎的, 这个如炮弹突然起来砸在我头上消息, 让我措手不及,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脑子和当机了似的, 脑海里只是无穷无尽的飘着一行字。 妻子沈如雪欺骗了我, 那根本不是她买的佛珠, 而是一个陌生男人落在家里的, 难怪那个佛珠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女生, 手腕正常的宽度大小, 本来听妻子沈如雪解释一番, 我以为只是她单纯买来拿在手里盘完的, 但看到这条消息, 我瞬间淡定不了, 难道终究还是我太信任妻子沈如雪了吗? 我看着一旁熟睡的女人, 心里堵得五味沉杂, 我心中也不是很想相信, 可以说是不愿去相信, 毕竟这也只是我现在的猜测。 那禅约大师万一是个女生, 那我不是又捅出幺蛾子了, 正当我迷茫之际睡又睡不着, 整个人郁郁寡欢之时, 妻子沈如雪的手机又响了一声, 我心里实在是好奇, 我再凑过去看了一眼, 却发现那人又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老地方见, 我心中一鸣, 老地方, 说明妻子沈如雪和这个禅约大师经常约见, 我突然想到今天寺庙里老和尚所说的话, 我突然醒悟, 对妻子沈如雪每天跑出去的行为顿时充满了疑惑, 这晚我失眠严重, 等到第二天, 妻子沈如雪起床我已经做好饭, 她边看手机边打的字, 时不时嘴角勾着一笑, 我明里暗里地观察她, 心忍不住颤抖着。 果不其然, 她回完消息, 草草地巴拉了两口饭, 妻子沈如雪甜甜地冲我道, 我今天有事先出去了, 老公。 话音刚落, 她就急匆匆地回了房间换衣服, 我心里瞬间没了底,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甚至就已经跟着妻子沈如雪走到房门口, 我没有犹豫地快速拉开房门, 妻子沈如雪正在换衣服, 刚脱了上衣, 见到我进来, 慌张地用衣服有遮住, 可惜她动作还是慢了, 我已经愣在原地, 内心地怒气冲天, 妻子的脖子以下的地方都是斑斑点点的红痕, 明眼人看去都是那床地之事留下的痕迹, 顿时我只感觉头上是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 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被戴绿帽子的痛, 我正准备质问, 却发现妻子的眼里的那一闪而逝的愧疚和挣扎, 我还是没忍心大声质问她, 我压着内心的怒火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沈如雪低声细语道, 老公, 你别生气, 我之前和你说的我去寺庙, 这是那寺庙和尚给我的仪式, 说这是神佛眷顾的痕迹,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听完她的话, 差点怒急宫心晕倒过去, 什么神佛的眷顾竟然会这样暧昧, 我只当是妻子沈如雪在狡辩, 想问她手机里的人是谁, 她是不是背叛了我, 但是转头一想, 我倒嘴的话全咽了下去, 若是我先质问, 反而变成了是我有错在先, 对她不信任, 乘机她睡觉偷看了她的手机, 这样一来倒是成了我的过错, 况且现在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 妻子沈如雪出轨了, 秉着心中的重重疑惑, 我决定先忍一事半会, 等一下跟踪妻子沈如雪出去看看, 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我坐视相信了妻子沈如雪的话, 转身离开房间的时候, 视线余光正好撇到她松了口气的模样, 我心里顿时量了一半, 老公, 我走了, 我看了眼妻子沈如雪的打扮, 她一如既往地穿了条长裙, 脚下没搭高跟鞋, 反而是一双平底鞋, 又要去寺庙吗? 妻子沈如雪乖巧地冲我点了点头, 我盯着她的长裙, 好奇地问她, 穿长裙爬山不碍事吗? 她弯着眼笑道, 放心啦老公, 我打车上去, 听她讲完我才知道, 原来后山是可以直接开车上去的, 我目送她下楼后, 去到了阳台上, 我看着她坐进了昨晚送她回来的那辆黑车上, 昨晚我只是以为这车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网约车, 但现在在没有黑夜的阻扰下, 我清楚地看到驾驶座里坐着个光头男人, 从那轮廓来看, 我总觉得这男人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熟悉了, 直到车开走, 我才反应过来, 这人和那天我在楼梯间就碰到的年轻和尚模样实在是太像了, 于是我赶忙下楼, 开车远远地追了上去, 为了怕引起妻子沈如雪, 察觉到我的车, 我尽量在拉开距离的范围内跟踪, 一路七拐八弯地进来后山, 见他们停了车, 再移动引在树林间的小洋房, 而小洋房的西南方向不远处便是那寺庙, 车上驾驶坐下来的男人, 还真的就是我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位年轻和尚, 只不过他现在没穿那袈裟, 而是一套现代的运动装, 那男人冲妻子沈如雪招了招手, 见妻子动作自然地就往他怀里扑去, 我眉头紧紧一跳, 本想着下车跟踪他们到屋内查明情况, 却发现他们俩竟然光天华日之下, 就在这树林影异的地方做起不可描述的事情, 两人身影交叠, 妻子沈如雪的长裙遮盖住了两人的下半身, 远看根本看不出两人在干那种野外苟合的事情, 反而更新两个人在地上相对而坐, 但是仔细看, 妻子沈如雪逐渐浮上红韵的脸, 我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妻子沈如雪竟然真的敢背叛我, 我当即拿起手机, 将妻子沈如雪出轨的证据拍了下来, 我实在看下去了, 我掉头回了家, 我躺在卧室里, 脑子里混乱成了一片, 我实在不知道, 一向乖巧的妻子沈如雪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脑子里闪过当时那个年轻和尚上门来收取费用的香火前妻子, 那惊喜的神情, 我心中一凉, 难道在那个时候, 妻子就已经想背叛我了吗? 可是我和妻子沈如雪的感情一向很好, 如交死期, 妻子沈如雪为什么要背叛我? 发现妻子沈如雪背叛后, 我不愿忍受这种屈辱, 与妻子离婚, 可她却神情怪异, 委屈地向我道歉, 我不懂, 明明我才是被背叛的, 她为什么会这样难过直到离婚的第二天? 警察叔叔找上了门, 我才知道妻子沈如雪话里有话, 她背叛我的真相也一点点浮出水面, 妻子回来时, 脸色和平时无恙, 但或许是我亲眼见证了她背叛了我的场景。 我现在只觉得她脸上的春色实在是明显至极, 妻子沈如雪见我坐在沙发上, 她开心地冲过来, 要我抱抱她, 可是我刚刚才看到她和野男人苟和, 我一时间只觉得她肮脏之际, 清晰一时间没憋住, 我嫌弃的语气直白裸露, 脏。 妻子沈如雪闻言, 果然僵在了原地, 她面色上闪过得吃惊, 尴尬, 难堪, 无奈全尽收在我眼底, 我好笑地看着她这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 心里冷笑, 明明是她欺骗我, 触轨在先, 为什么现在还能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我烦躁地打了根烟抽着。 我看了眼干巴巴站在的妻子沈如雪, 终究是隐忍着怒意叹了口气道, 坐下, 我们聊聊, 和那个和尚什么时候有的联系。 她表情简直精彩得不行, 妻子沈如雪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会一开始就丢出一个相当炸裂的问题, 妻子沈如雪怒了奴嘴道, 就在你那天回来之前, 我去小区取快递碰到她。 她神色自然, 不像在说慌, 我盯着她点点头, 又问, 我去后山寺庙看过了, 那寺庙去年十二月就完工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捐香火钱, 明明知道那和尚就是假扮的不是吗? 为什么要骗我? 妻子沈如雪这次的眼神慌张极了, 她看着我一直摇头否定道, 老公, 我没骗你, 你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她是假扮的, 我看她从焦急变得平静, 我只觉得她此时自乱了阵脚, 白口莫辩, 我皱眉滑拉着手机, 将今天拍的视频扔到了她面前, 那上面正是她和那假和尚的激情野战, 看着妻子沈如雪苍白的小脸, 我心中说不出什么感觉, 直到看到她突然开始掉落的泪水, 我心里才愈发烦躁不已, 你现在哭什么? 我突然想到上次那窜枕头后头的佛窜, 我心里发冷, 想到先前在公司给妻子打去的那久久才接通的视频电话, 我只觉得可笑, 你也别解释了, 你不是已经把那男人带回家过了吗? 妻子沈如雪那以往勾搭我神魂潦倒的樱桃小嘴长长和和, 却始终说不出什么解释的话来, 我的心也跟着她起起落落, 最后在她的沉默中覆灭, 妻子沈如雪哭得格外伤心, 老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我也不想的, 我没想背叛你的, 老公, 我很爱你。 她断断续续地重复着, 甚至让我产生了她是被迫的错觉, 但我立马清醒了过来, 我是她的老公, 就算有什么事情, 她没必要藏着掖着, 但妻子沈如雪还是选择欺骗我, 我不是什么心怀大度的人, 更接受不了自己的老婆出轨, 而我大方的选择闭目不严, 我做不到, 第二天, 我带着不肯不愿的妻子去民政局离了婚, 看着那两本红本成的绿本, 我心里百感焦急, 从头到尾, 我都不愿意接受如此相爱的我和妻子沈如雪会走到这一步, 更不愿意相信, 妻子给我戴了一顶厚实的绿帽子, 但现实, 确实如此了, 当晚睡觉前, 我发现沈如雪哥我赚了一笔账, 正是我当时给他的拿去捐赠的那份香火钱, 他附带的话却让我内心惶恐不安, 老公, 是我对不起你, 和你离婚, 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反正你还是离开我了, 沈如雪的话弄得我云里雾里, 我甚至不自觉地开始恐慌起来, 第二天一早, 我就接到了警局警察叔叔打来的电话, 他说, 我涉及一场诈骗罪, 需要我去提供口供, 带我一脸蒙蔽去警局, 看到被警察叔叔靠着手腕的那名年轻和尚, 和一旁沉默不言的沈如雪, 想到之前报道过的假和尚招摇过什么,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果然和我猜的大差不差, 那年轻和尚就是个江湖骗子, 靠庄和尚来行成人之威, 专门骗取独居女性, 而我因为工作忙, 回家的少。 妻子沈如雪也因此被盯上了, 这其实是我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我不懂, 妻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被骗的真相, 直到警察叔叔又问我更深的细节莫知, 我心里忍不住震惊, 因为警察叔叔问的关于那假和尚威逼利诱受骗的年轻女性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妻子沈如雪也从未和我说过, 听那警察叔叔说完全过程, 我内心震惊不已, 突然对妻子沈如雪的那番眉头莫尾的醒悟了不少, 原来妻子沈如雪没有骗我, 她真的不是有意出轨想给我戴绿帽子的, 而是被那假和尚逼迫的, 如他所说的一样, 妻子沈如雪是在我回公寓的前一天, 去拿给我买的礼物快递, 半路遇到了这年轻男人假扮的假和尚, 而我和妻子当时买下这栋套房时间并不久, 我们对后山的情况也并不熟悉, 那假和尚便以酬劫善人资助来修建寺庙的事情, 说是什么对日后家庭事业都会更上一层楼, 妻子本来是不相信的, 但是那假和尚的话术实在是太精妙了, 或许那几天又碰巧撞上我升官加薪, 妻子沈如雪竟然也信了那假和尚的话。 而当时妻子和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太关注, 于是正好落入这片子的招数中, 如果真的只是单纯骗钱就算了, 谁知道这假和尚看上了妻子沈如雪的美色。 不仅骗钱还劫色, 以可以去后山监工的理由, 把妻子骗去了那寺庙旁隐秘的小洋房处进行了劫色, 当警察叔叔将从那假和尚房子里搜出的妻子沈如雪的暴露视频, 我心里深感惊讶和愤怒, 难怪妻子沈如雪一直不敢和我说, 那假和尚就是拿这个视频威胁妻子沈如雪, 若是他刚说出去, 那假和尚就会将视频发到他的亲朋好友那去, 想到妻子被这王八蛋骗子一直威胁着开游, 我心里就愤怒不已, 恨不起冲过去将这个人渣痛扁一顿, 后来在警察叔叔呢。 我知道今天我之所以会在警局, 是因为妻子沈如雪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和这个假和尚争得鱼死网破, 冒着差点被这假和尚杀了的风险, 举报了这个假和尚, 还顺带出来一堆这假和尚威胁其他女性的证据, 妻子沈如雪诉讼苦衷, 曾经的漏网之余也被警察叔叔捕获, 一切真相大白, 警察叔叔也迅速调查了出来了, 这年轻的假和尚, 便是当时那条社会关注度很大的假和尚, 招摇骗士的新闻里, 那诈骗组织中的漏网之鱼, 假扮和尚的进行勒索敲诈, 甚至威胁女性进行被迫交易的男人, 被判入狱, 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 而警方也顺从他的线, 抓不出了这假和尚, 后来又创办起来的诈骗组织, 这群人专门找独居女性下手, 先蹲点十天半个月, 确定诈骗对象状况, 再利用这点来以神否之意, 来洗脑这些受害者, 我也没想到自己意外地为扫黑除恶贡献了一份力, 而妻子沈如雪似乎终于放下警惕, 放松下来, 妻子沈如雪在法院门口大哭了一场, 我看得百感焦急, 心里五味沉杂, 看在以前的感情上, 我上去安慰她, 毕竟被迫遭遇这样的事情, 换作是谁也接受不了。 沈如雪看到我来, 哭得更大声了, 我一时间如梗在喉, 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背, 沈如雪她红着眼睛看着我道, 我对不起你。 我看着她淡笑道, 错的本就是不是你, 是那些招摇过世欺骗的无耻小人, 是他们有错, 他们已经恶有恶报了, 他们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和沈如雪彻底告别后, 我看着迎面的娇阳, 忍不住一阵唏嘘, 希望这个社会的恶人越来越少, 而恶人必须恶有恶报。 保证, 优优独播剧场